第1101章搬起石头杂储的角度大点事 区区几座烂坟 岂能阻挡无知脚步 不就是天尊家的坟头吗 挖掉就是 楚风背负一双小手 扬着下巴 言语霸气 根本没将这些当做一回事 古城海无言 看着这毛头小子故作深沉 滑嫩的小脸绷紧 被着手夺步 一副为我独尊的姿态 顿时想踹他屁股 吕金之棱着一对大长耳朵 在那里眼关鼻 鼻关口 口关心 总觉得他在装大尾巴狼 古城海道 年轻人 你知道这天有多高吗 地有多厚吗 你的实力仅相当于塑形层次的进化者 凭什么敢对天尊祖坟下手 楚风背着手 十分淡定 道 就凭我是一名财情横溢的地质学家 也说几座破坟 就是仙家种我都能给他掘开 见鬼的地质学家 也好意思抢这个头衔 不就是通坟掘木吗 居然这么文艺犯 也不怕LAP 古城海比夷 身为行走在这个领域最前沿的天才地质勘探者 这天上地下就没有我挖不了的坟 没有我积大德打不开的墓 上到阳间天宫 下到阴间地府 到处都是我的身影 太能装了 古城海觉得 此处当有天雷 不披他一个满脸开花 不足以平民愤 轰 一声沉闷的雷声 在这里乍响 楚风顿时头皮发麻 撒鸭子狂奔 逃出去十里地后 他感觉不对头 停了下来 雷声来自高原深处 是那雪湖发生一动 红色的湖水中有很多尸体 此时有一只苍白的手掌探出湖面 带着雷霆 让虚空炸碎 非常恐怖 楚风擦了一把冷汗 道 吓你大爷一跳 我还真以为打雷了呢 绝狐 时不时就闹出点动静 宛若诈尸般 那些死者生前太强大 有个风吹草动 某些尸体稍微晃动下 就会激荡出可怕的大道符号 不过 这时突然乍响 实在是有点诡异 比较应景 主要也是楚风自己太心虚 嘿嘿 古城海在笑 楚风踹了一脚石棺 他不愿久留 招呼驴精 拜伤古城海 迅速而果断地离去 离离开时 不可避免地遇到九号 这让古城海内心无比紧张 偏偏楚风主动打招呼 道 前辈 你吃过风魔这种生物吗 堪称人间绝顶美威儿 杨坚最强真摇 九号没说话 眼神绿油油的看着他 楚风接着忽悠 很想将他给框出去 领到泰伍一脉那里肆虐 干掉一群老混账 全杀个干净 前辈 我跟你说 风魔这种生物非常罕见 血统强大惊人 又您的叫泰伍 青壮的叫魔舞 年老的叫五疯子 我知道有一窝蜂魔在哪里 不过都强得离谱 即便身在幼年期 这种生物都在天尊层次 老年期的就更不用说了 楚风在这里满嘴胡舟 听得古城海督目瞪口呆 还能再不靠谱点吗 有点耳熟 我好像听说横舞这两个字 九号说道 说到底 他精神不是多么正常 遗忘了很多旧事 不然的话楚风也不敢忽悠他 旁边 古城海内心悚然 横舞是谁 那是横族的一位祖先 究竟有多强没有人可以揣夺 带领横族成为阳间最强大的几个族群之一 前辈 要跟我们去掏纳窝蜂魔吗 这种生物的幼崽 太武 粉嫩光滑 入口即化 味道简直好极了 我不能离开这里 你去帮我抓一头蜂魔幼崽 太武 九号说完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从在他的口鼻尖 喷勃出丝丝与雪光 向着楚风飞去 一 前辈你这是做什么 九号默然道 雪咒 你如果不给我抓一头蜂魔幼崽太武回来 你的血会焚成灰烬 楚风 警号人民币服百分浩雨 他真想大骂 心中诅咒 这实在是 空又不成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痴呆的九号居然给他来了这样一手 他简直欲哭无泪 怎么收场 前辈 蜂魔幼崽都在天尊境界 我怎么给你抓一头太武 根本不是对手 楚风叫道 无妨 你有的是时间 等你有能力时 给我抓来一头 九号摆了白手 不再搭理他 走 去抓蜂魔幼崽 太武 楚风咬牙 骑驴冲向远方 冲出天下第一山后 古城海啸的跟一头老鹌唇似的 刺耳难听 这后看到楚风吃瘪 也提多高兴了 笑得嘴歪眼斜 楚风的脸越发乌黑 对着石冠一顿拳打脚踢 但是却不能改变什么 驴金则在那里静默 事实上他心情大好 很想撒欢料绝子 同时他也非常想问楚风一句 到底谁才是二货 二货 你什么眼神 楚风不经意间发现驴金那个德性 大驴眼珠子咕噜噜转动 一看就是捏坏 楚风毫不客气 收回石冠 与驴金身上的轮回土 一个颗粒都没剩 留下点啊 九幽奇怪叫 刘各毛 你给我说说 那什么血咒怎么回事 如何化解 楚风问道 古城海道 没事 就是你不履行沉默的话 体内真学会焚烧干净 楚风顿时眼前发黑 这还叫没事 古城海安慰 他脑子不灵光 这近乎诅咒的邪术 忘记明刻光阴闻落了 没有时间限制 你都不用履行 而且一旦你实力超过他 血咒自动解除 可我还是想尽早解除掉 楚风很坚决 古城海道 也不是很难 如果将一门救急呼吸法修炼到高深阶段 就能自己解除 此外将七宝庙数炼成的话 也能刷落自己身上的血咒 他觉得 真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严重怀疑 这是九号故意对楚风的鞭策 希望他迅速成长 听到他这种猜测 楚风黑着脸 道 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他 古城中很严肃 道 你不要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 忘记过去 同时对当时各种不了解 就缺少敬畏 其实这种生物无比可怕 估计将来你得感谢他 楚风脸色阴晴不定 想了又想 总算不再纠结身上血咒的事 清中 楚风又回来了 进入太武营内所统治的大洲 而进了阳间 遍地烽火 就是清中也不例外 哪怕太武很强势也有人来进攻 有其他州的大军杀来 据闻 天尊都曾交过手 不过 那个层次的生物一旦对决 动静实在太大 最后又都各自退了一步 由下面的人去争斗 清中还算好的 其他州更为激烈 比如毗邻雍州的地带 曾经杀得尸骨如山 雪流成河 有神秘存在带领天兵天江降临 想趁雍州那位刚复苏之际 雪气出现短暂衰变之际 主动攻伐 希望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但很可惜 曾经统御阳间二十分之一 江土的这位 太恐怖霸道了 一声吼笑 日月颤立 有星辰坠落 将那位带头杀来的神秘 高手活活震碎 化成一团血雾 后来 再也无人敢临近雍州 事实上 这几年雍州附近的 数州迅速归顺 雍州势力急速扩张 向外蔓延 阳间烽火遍地 狼烟四起 一片大乱 三系争霸 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狂乱 席卷洪荒大地 将对来说 清中还算是安静的 虽有激战 但还没有惨烈到 有天尊 大能陨落的地步 主要是因为 太武一脉很镇定 有恃无恐 因为他们的背后 有一个五疯子 心有气吞天下之痴 无去各方 这头风魔幼崽 真干定啊 楚风来了 隔着也不知道 多少万里呢 在一片山地中转忧 他正在研究从地图 准备对太武一脉下黑手 古城海无言 堂堂一代天尊 如今真的沦为 风魔幼崽了 若是让太武知道 非将这矛头小子 放在灯心中 点燃十万年不可 楚风背着一双小手 走来走去 默默思量 清中太武一脉的地势 那不算秘密 立下道筒这么久 山门怎样 各地的福地如何 都早已被外界所知 这老孙子 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安放家人的灵鹫 楚风狐疑 当看到过太武埋葬家人的地点后 他一阵怀疑 是真的吗 那是一片阴气浓郁的山岭 背不下了 惊天地气鬼神的超级大型场域 聚集太阴气 以史前古战场的凶杀道观 怎么看都不像是正途 我怎么感觉 这是想养出一头九天阴师出来 楚风面带疑惑之色 那片山岭内有一种恐怖的场域 不是为守护山门而布置 而是专门为了养阴师 使之发生惊人的蜕变 那是羊 九天阴师的场域 古城海眼睛发光 吞了一口口水 道的确有古怪 我也觉得像是羊帝奇的地方 这是我的造化地 小子我支持你 不服就干 扎进去 产平太武这个风魔崽子的祖坟 楚风进一步了解 上网搜集各种资料 又在附近抓了一头年老的通灵凶兽 最后得惜 那片地势中可能埋着太武的妻子 有点意思 有些门道 楚风露出一缕淡淡的笑意 把握到了脉络 江传 太武当年的妻子是死于英灵手中 结果到头来 他却布置下这样惊天动地的养师场域 滋养这片坟地 接下来 楚风又将另一张地图展开 仔细研究起来 这是太武一脉所掌握的几块仙田 以及一座造化仙窟 据悉 这一脉培养的核心弟子都在当中 被仙田补育 被造化仙窟滋养 还有各种天才地宝供应 老九 咱分头行动 你去截取死人的造化 我去对付活人 干掉太武一脉的几个核心妖孽 如何 古城海在关中使劲摇头 道 不行 我进不去 老夫又不是地质学家 还请古往今来最为优秀的地质看探者 带我入场 第1102张挖祖坟处风昂着头 被着手 道 也罢 就让财高八斗 学富武车 世间最强地质学家姬大德 带你踏破仰师地 带你飞 格格 请已发假 镇压那邪碎九天殷尸 古城海也不怕肉麻 因为 还真想进入那片山川 取而代之 还有比你更大的邪碎吗 楚风撇嘴 古城海顿时干笑 言称自己与众不同 放心 保证让你吃到太武他老婆 楚风大辣辣的说道 驴镜在旁听着 怎么感觉不是为 这么怪呢 古城海也无言 明明是去吃福食大补物 可怎么听着像是偷情 楚风看着石棺 道 有什么不对 你不就是惦记太武他老婆吗 走 帮你去挖坟 古城海 警号地址服 人民必服 幽山 地处青州西部区域 中年阴气缭绕 不是什么善地 很少有人踏足 在这块区域 地貌原始 老林子密集 并且有大片的史前战场 在这种地方则寸草不生 黑雾翻腾 能够清晰地听到鬼哭神嚎的声音 这是不灭的执念 在阴地中滋生 始终难灭 幽山 提邻大面积的古战场 接引来海量的阴煞 浇灌所在的山岭 史之常年都被大雾覆盖 楚风来了 仔细观看后 不禁瞳孔微缩 这片地是比他想象的还阴寒几分 果然是仰师的妙的 这里原本就有一座没落的阴府 他得出这种结论 九幽旗就是来自阴府这种地方 那是出产各种阴煞 地旗 魔鬼的特殊地方 传说通九幽 连地府 毗邻轮回路 咦 这地方果然有古怪 看着眼数啊 古城海开口 虽然身在石棺中 但是却仿佛不受影响 都能看到 阴府 一旦形成 那是很难消失的 那是湿山雪海 无尽生灵堆积出来的 毫无疑问 这里临着史前数片古战场 这是导致形成阴府的原因所在 幽山 冷静而阴森 不是很高大 但其实恢弘 非常的射人 这是一片山岭 有种让人窒息感 它寸草不生 阴雾翻腾间 让人呼吸困难 同时肌肤有些刺痛 我想起来了 这是五疯子当年废掉的阴府 古城海盗吸冷气 嗯 依府还能废掉 还能磨灭 楚风大吃一惊 古城海盗 一般来说 不可做到 但是 五疯子不是常人 除了我大哥 几乎没人能压制 当初他不知道发什么疯 在这里跟依府死磕到底 最终血拼数十天 将这里给产品了 楚风一阵出神 不管多么恨这一脉 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 那个五疯子实在太变态了 依府是什么地方 一旦形成 便算是得到阳间大天地规则的认可 属于大道庇护的一部分领域 很难毁掉 吴隐约兼听说 当初五疯子想炼制一箭制宝兵器 这座阴府下有一座特殊的矿 他想开掘出来 获得粗胚材料 楚风文听 还能说什么 有实力就是任性 他在这里赚忧了六七天 不断地计算与推演 还不识去丈量地势 再研究怎么突破进去 简而易见 太武请高人在这里不知过 常遇今天 形成阴雾堪浩瀚的仰师帝 这老孙子 嘴上说一套 实际行动又一套 他见到阴灵就杀 影响到他的门下也是疯狂屠杀 结果自己却在这里仰师 妄想以阴家手段复活他妻子 楚风猛笑 他对太武越发的反感 这个富有盛名的阳间天尊十分阴毒 想要布置成这样一片地势 必然要以无数生灵的鲜血祭祀 才能正式开启 最顶级的仰师帝 不是那么容易布置成功的 这片地势很难破 即便是以楚风目前的场域造诣 也没头伸索 前后研究了半个月 这才算是有些眉目 但是 如果这样闯进去的话 估计依旧可能会充满惊险 甚至是九死一生 看来 太武寝动的人不简单 楚风轻叹 不过 他有杀手锏 那就是轮回图语石棺 借这两样东西 他连天下第一名山都进去了 这里也不成问题 看来 我还得需要多潜心学习场域 楚风希望有一天不依靠手中的瑰宝 而是凭自身的手段就能出入阳间各处的决地 驢子 你等在外面吧 这里对你来说可没什么造化 楚风想把驢金放走 不 带上他 没听说过黑驢蹄子避邪吗 古城还反对 驢金一听 暴脾气上来了 哐哐两声 直接给石棺来了两蹄子 并且道 啊啊啊啊 你就是邪碎 爷这蹄子踩上去了 你觉得咋样 愚蠢的驴子 你竟敢挑衅老夫 古城还大怒 楚风道 行了 别吵了 都一起进去 啾啾啾 我不想进去 驴金磨磨蹭蹭 真不愿进入这片阴气森森的破地方 但是 这种事没得商量 主要是楚风想了想 怕他自己在外面转优时落入泰武一脉的手中 那还不什么都得暴露 最后在古城海的教导下 驴金学会了妖族原本就应该会的变大变小的秘书 驴金与天金石棺都化成巴掌大 被楚风涂抹满轮回土 给糊了个延延时时 楚风觉得还不够保险 又果断动用了石棺 反正轮回土贴身克制九幽奇 全面糊满石棺后 他就什么也感应不到了 至于驴子 楚风一巴掌拍晕 也省去了麻烦 将它们一起扔进石棺中 吃 最终 楚风利用场域轮回土石棺 进入幽山地下 楚风凛然 在穿行的过程中若飞手中有质保石棺 还真容易出大问题 他所推演出来的安全路径有隐患 还好 石棺承载无尽压力也不会破灭 一路上有惊无险 深入到目的地 跟想象中的湿海遍地 流血飘鲁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这幽山之下是一片宏大的地宫 宏伟而磅驳 没有高低不平的地面 修整得很开阔 穷殴玉宇 凋梁化洞 比枝地上的许多世家的棋居之地还要好 亭台楼阁 施宫小桥 湖泊泉池 应有尽有 但是 所有的气物以及水泽都在散发阴气 这时继练了无数阴灵所致 都是鲜血浸泡出来的东西 而湖泊等都由浓郁的阴煞化成的液体 这片地带依旧有危险 堪称兄弟 需要谨慎面对 太武哲孙子 太狠辣了 一路上最起码布置下了九重超级大型场域 防备天尊都够了 楚风长出一口气 总算进来了相对较为安全了 有这些场域在 简直相当于一位天尊守墓 他将古尘海放出 帮他揭开一部分轮回土 又拍醒鱼精 告诉他别乱喊乱叫 咕咚 古尘海在咽口水 附近的湖泊 亭台楼阁间的小桥流水泉池等 都是阴煞所化 都是他的大补物 他每滴冒泡 道 真是好地方啊 日带阴煞三万斤 不辞常作目中人 然后 石棺跳动 冲着石拱小桥那里就冲了过去 准备通饮 小心点 主风景到他 不过看了看 那片地带道也没有特殊场域 还算安全 东 半截石棺落入桥下的 阴气惊人的煞水中 古尘海连呼痛快 这都是因属性的精粹 对他的确是大补物 然而 惊变发生 水中突然出现一只苍白的手掌 一把抓住了石棺 使劲向下拉去 接着 啃噬石棺的声音出现 让人感觉阵阵牙酸 太突兀了 一头是鬼的面孔浮现 双目流血 身体被泡得肿胀 就这么抱住石棺 向水下托 不断撕咬 而另一边 一头浑身都是鱼鳞的怪物浮现 长相争鸣 人族的面孔 脸色苍白 蹊跷流血 他拥有鱼的身体 也在啃咬石棺 啊 我仅好人民币服务百分号 古尘海京教 都特么的在神王境界 后方 鱼精很干脆 直接吓晕过去 楚风也在第一时间躲进石棺中 这该死的地方 原以为踏过最危险的场域区就没事了 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厉鬼 一时间 那片水则中浪花翻腾 鹰雾滔天 古尘海诅咒连连 嚎叫不止 过了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 那时观月起 到了岸边上 燃满血迹 这见鬼的地方 我差点成为别人的点心 古尘海愤懑 在他的身后那里 水中飘起四具可怕的尸体 都是厉鬼面孔 长相吓人 身体有些部位被浸泡的白惨惨 老谷 真行啊 一个人干翻四个神王 楚风赞叹 古尘海道 屁的神王 生前是那个层次的生物 死后能一样吗 就剩下本能了 不懂得施展各种杀手锏妙术 还真谦虚 楚风笑道 然后 他一脚将不争气的驴精 得踹醒了过来 道 还指望你的黑驴蹄子避邪呢 瞧你这点除夕 等级不够 等我成为一代神驴 随便一蹄子就能镇压这座大幕 驴精这二货在那里振振有词 接下来的一路上 他们走走停停 但凡有水的地方都不敢下去了 里面皆有生物 而且生前都是神王 太武这孙子真够狠毒的 为了制造一些守木兽 居然害死数十名神王 都是活迹的 这片墓地很大 而且沿途楚风还要破解场域 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 足足七天七夜都在缓慢行进中 第八天 他们终于彻底走遍敌宫 而且找到太武家的祖坟 太武家族的坟头中规中矩 在一片开阔的公爵间 楚风眼神冷冽 恨不得立刻都给产平 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座特殊的大幕 正是太武道里的 而且所有的阴气也都是凝聚像那里 黑雾遮蔽一切 太阴森恐怖了 别真养成了一头九天阴湿 楚风止步 让古城海与驴精都小心 让我看看 嗯 还没成事 不要紧 这九天阴湿根本就没有复苏呢 古城海很专业 对于自己这个领域的生物 那可真是门青 了解得透彻 你确信 楚风表示怀疑 古城海不满 道 树叶有专攻 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地质学家 但也请不要怀疑 我是一名才华出众的古生物学家 P 是古诗学家吧 驴精阶短 闭嘴 愚蠢的驴子 古城海斥责 太武道里的这座大幕很特殊 在周围共有四口雪池 分立在四个方向 因其喷勃 雪光涌动 滋养瞩目 驴精只望了一眼 就一栋老高 在那里撂绝子 叫道 老骨 这池子有东西 赶紧下去战斗 楚风一看也是吃惊 若非它们身上都涂抹着轮回土 非被那骨煞气压制的身体 四分五裂不可 甚至是闸开 第一口池子中有一颗人头 血淋淋 这 是一位天尊 第二口池子中有半截鸟身 虽然半腐烂了 但依旧彰显生前的强大 弥漫恐怖煞气 这是一头不死鸟 第三口与第四口池子中 同样又残缺的遗骸 都很争名 不弱于天尊死后的煞气 身体已经腐烂 生前是天尊 楚风震撼 太武这么强大吗 曾经杀死过四位天尊 这是史前战场上的遗骸 居然被太武找到四具残尸 用他们构建四口血池 跟附近的几片古战场相连 滋养大墓的主人 古城还果然不凡 提到跟尸体有关的事 他了解得很透彻 并做出相关推断 不错 这四口池子的确连接着 印煞浓郁的地带 应该就是古战场 楚风点头 这是无上造化地啊 我若是在这里养上的十年 再将这些天尊级残尸 给熔炼扶持掉 我的实力注定会暴涨 然后 他相当的坚决 表示不走了 要长留在这里 哥哥 你到时候一定要来这里接我啊 我要在这里做官一段时间 你放心 我肯定会将太武他们家的祖坟 挖个干净 将他老婆的尸体也给折腾出来 尽管我不知道你为啥这么恨他 但是老夫愿意为你出气 楚风想了一下 道 行 然后 他看了一眼驴巾 道 你也在这里陪他吧 驴巾一听 差点尿崩 吓坏了 赶紧叫道 大哥 主人 爸爸 求带我走 打死他也不想跟一群尸还在一起 再说 他担心古城海公报丝绸 将他给吃掉 那么的 你喊我什么呢 楚风踹他 这头驴子太没气节了 毫无节操可言 贪生怕死的过分 只要带我走 你让我叫你什么都行 滚 二货 楚风将他踢开 他的确要走了 将这里留给一头九幽棋 估摸着 会将此地折腾的翻过戈尔来 而他则要去对付太武一脉活着的人 去先哭夺几名核心传人的造化 第1103章案是一道光地宫内 大焚音气弥漫 老谷啊 我得很严肃的提醒你一下 你在这里修行可以 但是 千万要把持住 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楚风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约说还编拍了拍石棺 啥意思 古城海一脸发猛 这什么情况啊 他不禁出言询问 楚风道 你偷太武的老婆我没意见 但是 你千万不要来一段诗鬼情未了 也在这里谈一段诗鬼恋 这是原则 不要犯方向性大错误 古城海寂静了三秒钟 脸都边红了 真想先观而出 滚 你个小王八高子 赶紧 立刻 马上 给我消失 嗯 你还有羞耻心就好 不要将弦诸手伸向太武他夫人 通通通 棺材板都快被震破了 古城海气急败坏 道 你给我立即消失 好吧 有你在这里我很放心 对太武真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啊 楚风一味伸长 拍拍屁股就走 然后还唱了起来 道 爱是一道光 绿的太武慌 边唱他还边在沿途刻字 写上一些话 太武你爷爷到此一游 挖你祖坟 驴精一副狗腿子的样子 跟了上去 刺着大板牙小声道 史上最强大的地质学家大人 你说 过几年后 老古会不会一家三口手拉着手出现啊 楚风偏了他一眼 这头驴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远处 古城海这叫一个气啊 恨不得狂奔过来追杀 愚蠢的驴子 我早晚要吃了你 听到后方的嘶吼声 驴精片头看了一眼 又对楚风道 老古真是一个二货 为了一个女鬼癫狂到这重地步 没救了 真是没地方说理去 被一头驴子鄙视外加污蔑 实在太没天理了 古城海不想再听他的驴言驴语 一头扎进鹦雾中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进英雄 一条开阔大江上 楚风放声高歌 他站在一叶扁舟上 顺江而下 速度非常快 两岸青山迅速倒退 驴精化形成功 成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纯红齿白 大眼贼亮 虽然长相不俗 但是却带着一股贼溜溜的味道 好诗 他溜须拍马 朱泥的茶去 楚风斥责他 小舟上 红泥小火炉 茶香弥漫 驴精成为侍奉楚风的童子 楚风道 笨手笨脚的 看来我得去抓捕个神女带端茶倒水 不知道哪位天尊有聪明伶俐的孙女 可堪大用 驴精在那里暗自翻白眼 很想说 你就吹吧 万一让哪位天尊听到 不将你的人脑袋打成狗脑袋才怪 再者说 不就是端茶倒水吗 还说什么可堪大用 也真是够了 公子 驴狐要到了 驴精提醒 楚风就是冲着青州的驴狐而去 要去对付几个妖孽 太武一脉掌控青州 仅是这片大州内的一些领土 就方圆不知道多少万里 十分浩瀚 称得上林翠之地 其中 太武一脉掌握的明湖 便是一处罕见的造化地 灵湖的一片山地有鲜空美誉 在那片地带灵气浓郁度强的惊人 聚集成河流 腾起烟霞 各种灵情异兽出没 是修炼的绝佳所在 楚风的目标就是那里 要去夺造化 成就己身 并淡掉太武一脉的核心弟子 据传 太武一脉如今有六个妖孽被重点培养 其中两个早已是轻壮 这不是楚风考虑的对象 肯定不好下手 还有四个年岁不是很大 非常有可能在明湖先哭 其实 原本还应该多一个 那就是狗娃武城 可自从被楚风在龙窝重创后 其地位积昼下降 哪怕他是太武的后代 有血缘关系也不行 竞争非常残酷 楚风坐下来 靠在躺椅上 驴精很会来世 跑到后面去帮他捶背 甚至按摩头颅 相当的抖腿子 楚风顿时受不了 道 你这粗手粗脚的 乱按我头干什么 我怎么感觉被驴提了 驴精复匪 可不就是正在被驴提子敲打吗 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还真是驴提你呢 楚风心有所感 刷得回头 正好看他那种捏坏的表情 顿时一巴掌 差点将他拍个半晕 让他一边去 驴精道 那我去钓鱼 听说这条大江中 有一种黄鱼 通体金黄 油若横天之龙 野性十俗 但是却也算是阳间的顶级美味 可是 钓了半天 他也只钓上来一头老鳖 什么黄鱼连影子都没有见到 两岸近视重山峻林 微额的山体黑压压 仿佛要压落进大江中 非常陡峭于险峻 让人感觉压抑 这野青州非常快 顺江而下 如同射出去的神剑 可以看到 两岸大山中 不时有恐怖的凶兽出现 横渡两岸的山峰 如金色的抱怨 一跳就过去了 还有那血色的魔琴 张开翅膀 遮天蔽日 宛若昆鹏出世 显然是大妖 还好 这种生物根本就看不上 楚风跟他们这种弱小的血石 压根就没搭理 当然 楚风也不怕 毕竟曾为神王 逼极了的话 或出去了 动用前世道果 哪怕遭生死雷劫 也可先干掉对手 终于到了 灵湖就是大江下游的一处湖泊 不是很大 但却因为地处先空附近 因灵气浓郁而闻名天下 当然 到了一定程度后 衡量一处动天福地的好坏 天地灵粹多是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是 是否有一些大道的痕迹 这才是根本 也是修为高深者 更看重的地方 不然的话 哪怕你灵气汇聚成湖 药草堆积成山 也难以排进顶及稻土 不能称之为仙枯 冥湖附近很热闹 儼然成为一处修饰的聚集地 有方式 有非常多的散修出没 来此交流 荆州驶入冥湖中 远远的就听到惊呼声 而后那片区域中金光澎湃 清香弥漫 能量波动惊人 有人钓到黄鱼了 黄鱼很稀有 一年到头也钓不到几条 练某些大药石都需要用到它 是极其珍贵的药引子 可见它的灵性多么的强烈 这种生物最善于自保 融入水泽中 其分泌出的一种特殊的黏液 可屏蔽进化者的神石探查 哗啦 远处 水面破开 有人钓到一条两米多长的黄鱼 正常就这么大 通体金黄 真的行似一条条龙 金狼四射 异常威武 宛若要横天而去 它释放妖术 攻击附近的人 想要挣脱 可惜 它虽然自保手段非凡 可被调出湖面后 那就由不得它了 很快被人压制 这次有口福了 天公作美 知道有贵客临门 让我调到这最鲜嫩的黄鱼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正在微笑 他身材修长 穿着一身天蓝色宝衣 因为飘荡 气质十分出众 他见眉心目 一看长大后就是个美男子 现在已经具备那种气质 颇有些风流倜傥 哪怕是钓鱼都显得那么优雅 此时 他站在一艘大船上 周围还有一些男女 皆气与非凡 看样子便是他所说的贵客 那是谁 湖面游上有些小船 楚风问林船上的人 泰武一脉占据了不远处的那片山地 也就是星空所在 但对于明湖 却是对外开放的 也许其他进化者到来 可在此修行 那是明玉公子 天尊坐下的核心传人之一 天纵奇才 若无意外 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位天尊 有人小声道 楚风惊讶 想不到刚来此地就遇上一个目标 无庸多想 这位明玉公子所宴请的几人 肯定大有来头 师门不会弱于泰武一脉 他没有过去 而是在附近泛州 事实上那艘凋梁画洞 流光溢彩的大船 也只是在缓慢航行 那些人也是在赏湖光山色 远远地 楚风听到明玉公子 与几位贵客的对话 他们也没有刻意掩饰 不怕被人听到 居然都是五疯子一脉的人 隐约间 楚风听清 这些人的师门跟泰武同源 是泰武的师姐那一脉的几位七才 明玉 你们这一脉数年来 一直在调查灵魂客赐的人 是否有了进展 师妹王两 算不得什么 只是阴间有调杂于不服气 当年不知道得了什么造化 用了什么手段 刻下了这些字 明玉笑容略冷 又道 他真敢来阳间的话 保准让他生不如死 嗯 祖师灭了他的家人 道律朋友 估计他会想方设法过来复仇 就等着他露头呢 到时候一巴掌拍死 让他明白阴间所谓的天才在阳间 什么都不是 看你怨气不小啊 一位面容甜美的少女轻笑了起来 因为谁都能看出 温文尔雅的明玉公子 居然话语过机 还不是因为这些刻字 导致很多强大的进化门派在看笑话 有些人在说怪话 说太无祖师 亲临阴间 都没有能杀死那个名为楚风的年轻人 是个艺术 将来会有大因果 什么因果 我看就是一条杂鱼 哼 等他出现 我亲自出手 一脚踏死就是 明玉笑容冷冽 最近几年 关于小阴间的讨论经常发生 自然提到当年就是 有人无所谓 也有许多人批判 导致太无一脉麻烦不算少 不就是杀了一些阴灵吗 这些鬼物等同于牲畜 有什么大不了 结果一些进化者少见多怪 说过于血腥 明玉公子不以为异地说道 远处 楚风在努力压制 与克制自己的情绪 忍住想要立刻冲过去 避掉他的冲动 内心怒急 他的父母 他的亲朋故友 这些人被击杀后 被说成阴灵鬼物也就罢了 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 就是重提 还被如此羞辱 被说成是牲畜 欺人太甚 当诸 第1104章一四故人来明湖成静 水则金银 流光四溅 蒸腾起大片的烟霞 一片迷蒙与神圣 景色极其的优美 湖中有灵兽不识月起 有太无一脉饲养的物种 也有是湖中原本的族类 许多都已成为精怪 灵性十足 半空中 全鹤展翅 天然翱翔 姿态优美 还有灵压横空 画出的轨迹带着大片的火光 不远处霹零明湖的山地 更是鲜光艳艳 时时喷勃锐气 宛若出世的仙家洞府 那里灵情瑞首更多 谷光山色 景致宜人 可谓赏心悦目 美不胜收 主风的心情却不是很好 独自在青州上喝酒 面无表情 心中沙翼已经疼了起来 他已经发现 泰伍一脉是他心中跨不过去的坎 唯有一盏碾压枝 抱了血仇才能抚慰心中的创伤 这一脉欺人太甚 杀他父母亲朋 还一而再地在人前羞辱 不激毙这群人不足以他平心中之分 名誉 你什么时候出师 大事到来 现在各大进化门派的核心弟子很多都出山了 要在这乱石中魔力几身 来自泰伍师姐一脉的少女玄灵问道 一身红衣 眼睛狭长 非常明艳 明玉一身天蓝色长衣 俊秀而优雅 放下玉制酒杯 道 我还没有接触花粉 异果 等满十六岁便可出师 无 期待啊 泰伍祖师一脉的传人又一次要威震杨坚了 等待你大放一彩 明玉清讯道 师姐 师兄说笑了 你们都已经出师 明东一方 我哪里比得了 再者说杨坚和其广袤 高手如云 我一个小修士刚出去只要不丢师门的脸就行了 一位师兄道 又没让你跟老怪物对战 阳间三系争霸 划分了许多战场 到时候你去相应的地带 跟那些同样刚出师的是家传人 大叫子弟交手 不管是圣是父 对自身的修行都有极大的好处 是一种可贵的魔力 前提是一定要保住性命 战场上的一切都瞬息万变 充满各种变数 几位师弟师妹来了 真是有失远迎 抱歉 我一直在闭关 才得知你们来了 湖面出现一个大汉 身高足有两米 满脸落腮胡须 长相粗犷 穿着一身黄袍 如同一头大鹏鸟贴着湖面飞掠而来 太武一脉又一位核心弟子到了 不过早已成年 已经真正成长起来 是一个非常强横的高手 龙宇师兄 一别数年 你的风采越发出众 一身修为让我被惊叹 大船上有红衣少女玄灵娇笑道 自容甜美 体态轻盈 师妹说笑了 我都已经出师多年 如今也只是勉强进入神榜百强内 愧对师们期望 大汉龙宇开口 他是一位神级进化者 而且 他是杨坚神榜百强高手之一 龙宇师兄自签了 杨坚和其浩瀚 大周林立 强者辈出 别说神级高手百强 就是排进万名内都是名动一方的天才 在数十上百万的族群间 足以做一些强族的第一年金高手 有人感叹 这倒也是实情 不能说龙宇不够惊艳 而是杨坚太大 所以这个排名看起来不是多么震撼 但只要认真细想一下的话 却已经相当的可怕 而且他才出事多少年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潜力非常大 龙宇道 惭愧 我上一次去雍中附近 遇上大义工的神社 吃了大亏 被一箭冻穿肉身 险些当场毕命 闭关养伤大半年才痊愈 真切体会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杨坚神榜天下前五十的进化者 当真可不 至今我还未从那神社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 师兄 当真而得 可以对决杨坚神及进化者前五十内的高手了 必然可以更进一步 想必将来定可斩他 而且在此凶猛越近的话 或许可以杀入前十也说不定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 一番见礼后 相谈甚欢 龙宇道 明玉你的确要上战场 越早去越好 不要怕失败 那里真的很锻炼人 最近这几年我收获巨大 是 师兄 我会早点出关 明玉认真点头 呜 好香 哈哈 这次有口福了 这样的黄语可不多见 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两条 来 来 来 如此胡光春色 歇下燕燕 懦付好时光 共饮一杯酒 同香乱世到来之反忧 恭喜龙宇师兄 名列神榜百强 干杯 一群人唱饮 成年佳酿芬芳 飘扬开来 还有黄语独有的清香 在湖面上扩散 让人惊叹这种 名文阳间的美味 的确名不虚传 各位师兄在此唱饮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 远处 又有一对少年男女出现 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 青春气息蓬勃 那很清秀的男子 眉心有一只树眼 背负一对黄金羽翼 气质非常出众 周身都笼罩着神环 神圣而炫目 宛若一位少年神奇凌晨 他名叫忠秀 是太武一脉 另一位核心弟子 也是得到消息后 刚刚出关 他拨而来 风采格外出众 他身边的少女很美 身段曼妙 凹凸起伏 小小年纪 但已经称得上性感迷人 银白额头上有些魔纹 为他评添一种妖艳的美 他也是太武一脉 核心弟子之一 名为卓红 眸波流转 妖娆动人 太武一脉六个核心妖孽中 在今日来了四人 分别是 名誉 龙女 钟秀 卓红 而太武师姐一脉来的人 也不算少 共有五人 都是天赋惊人 此地相当的热闹 一时间 他们把酒言欢 气焚热烈 吴 师兄 在来的路上 我与卓红师妹 擒下一个形迹可疑的人 鬼鬼祟祟 拿下后才发现 他的魂光上刻字 居然敢来探明湖 真是不知死活 钟秀开口 背负金色羽翼 眉心生树眼 这是具有混沌神魔血脉的标志 一旦成年 天生拥有某些大神通 他被太武一脉寄予厚望 卓红眼波罪人 红唇性感 田笑道 这种人真是可笑 我们抓他们还来不及呢 居然还敢主动现身 直接就情下了 哈哈 好 终于拿下一个魂光上刻字的生物 正好要研究他们呢 龙女大笑 满脸胡须带着弹金光泽 如同一头神尸王般威猛 名誉微笑 嗯 是有些可笑 这就是阴间那个名为楚风的杂鱼 选重并刻字的灵魂转世后的表现吗 真是不堪啊 看来阴间那个名为楚风的杂鱼 也不怎么样 看人的眼光有问题 一番谈论 他们很是轻松 对阴间的楚风略显灭是 明玉又道 你们说那条杂鱼到底过来没有 已经过去有十个年头左右了 他到底是否转世阳间 或者偷渡过来了 当初可是差点就闯过剑魔 被发现后才无功而去 卓红带着笑意 道 哼 我倒是盼着他偷渡过来 不然的话 若是投胎阳间 仔细算来目前也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不够我杀啊 他现在十五岁 还有一年就可以吸收花粉 浮食一果 到那时实力将开始突飞猛进 注定要崛起 太武师姐一脉的核心弟子玄灵微笑 道 当初这个人可是有神王中后期的实力 真要偷渡过来暗算我等 会是个麻烦 明玉笑了 道 师姐 你不了解阴间 那种地方的神王也陪称王 我阳间的天才跨两个大境界就可以横击他 他身上的天安宝一发光衬托的他越发明秀出尘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 又道 而且他一旦偷渡 进入阳间 估计会被完整的大道压制 境界肯定会跌落 说到底是阳间的杂鱼 远比不了阳间的进化者 龙鱼很霸气的挥手 道 不管偷渡过来 还是投胎阳间 一旦被发现 一脚踏死 他死定了 他出师多年 实力相当的强 已经是神奇 远处 楚风静静的饮酒 面无表情 但内心深处却有杀意 若是将这些人都干掉的话 探武与其师姐门下的核心弟子就等于快要连窝端了 让两外人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在私存 真想付诸行动 干掉这一群核心传人 就在这时 凝弧远处传来喧嚣声 并伴着战斗 全忙激荡 剑气割裂长空 并有雪光 战斗竟然非常的激烈 钟秀叫了起来 不好 我刚才勤下的那个魂光客子的人就关押在那里 有人在营救 同时 他一盏金色羽翼 腾空而上 并睁开了树眼 凌视灵狐那边的山地区域 踪踪踪 其他人都冲出大船 要赶过去 你们都不要动 让我去即可 接着喝酒 龙羽如同金翅鹏鸟 贴着湖面飞掠而去 让空气爆炸 太快了 一瞬间 远处传来打斗声 非常剧烈 但是很快又平静了 龙羽哈哈大笑 贴着湖面回归 如同一头鹏王 降落在大船上 道 有一头年老的神奇出手 被我单手镇压 我粗略地探查了他的神识 这一次有可能抓到大鱼了 这家伙似乎知道 楚风那条杂鱼的一些朋友 都在阳间的下落 真是意外之喜 那去审问啊 卓虹道 龙羽道 不急 我已经将他们投入 明湖地牢中 一会儿招待完几位师弟师妹 再一同去审问也不迟 不要坏了我们饮酒的兴致 一群人推悲幻展 气氛又热烈起来 明湖中有不少船 游荡在这里 众人听闻都很吃惊 但是却无人表态 楚风脸色阴沉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魂光客资的人 洛王也就罢了 还有一位年老的神奇来救人 疑似知道他的亲朋固友的下落 他的一些故人 有些通过建模 肉身进入阳间 加入一些大教 楚风不知道他们儿今怎样了 这些人包括千里眼渡淮景 顺丰儿欧阳青 叶清柔 陆通等 也有应小小 应无敌 还有子蓝 圆魔等一大群人 是谁 楚风心中不宁静 来到阳间后 他一直偏居于抑郁之地 默默修行发展 如今听到有故人的下落 再也不能静心了 第1105章 楚风来了 究竟是哪位故人出现了 被那明年老的神奇知晓 楚风想行动 但是想了想 又安静下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 他敏锐地感觉到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监视他 这让他毛骨悚然 心中一领 很快 他凭借强大的灵觉体会到 竟是湖中的那些鱼儿 成精的怪鱼 太武一脉经营鸣湖多年 早已是这里为自家后院 看来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 这让楚风内心警觉 越发谨慎 最终 直到那艘大船远去 那些人犯舟结束 楚风也没有行动 二晚时 他才起身 离开明湖 他顺着大江远去 直到数千里后才弃周登岸 驴子 身体变小 驴经很听话 他知道 这位主人或许要开始行动了 要闯进那明湖先空中夺造化 顿时化成巴掌大 被楚风收进一件空间器皿中 随后 楚风沉入地脉中 动用元术手段 逼近明湖边上的那片山地 也就是地牢与星空所在地 不久后 他更是动用了石冠 藏身在当中 非常的谨慎 而后前行了进去 在楚风强大的场域造诣下 以及石冠可混乱天机的情况下 他竟自闯进太武一脉的一处非常重要的密土 明湖先哭 一路上 他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的波澜 石冠横行地下 悄无痕迹 楚风找到这里的地牢 一切都谨慎无比 足足耗时一夜 这才从地下慢慢接近那座天牢 他看到了被所住的两个人 一个牢者 一个青年 街披头散发 满身都是雪屋 带着镣铐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若是不够冷静 他便已经出手 就下这两人并带走 但是楚风有些不安 仔细在地下用火眼睛睛探查 他感觉毛骨悚然 这牢房是一处绝地 不值得太隐秘了 这是号称方圆石杖图神王的场域密室 铭刻着各种恶毒的符文 专杀物闯入者 此外 这地牢中有一只半腐的黑狗 看着已经死去很久了 没什么异常 只是觉得有些恶心 但其实是天狗死亡后 炼制而成的恶毒生物兵器 只要有人闯进来 必然会触发其杀机 爆发其生前的神王威士 这是一只神王级的狗狮 楚风知道 太武一脉羊有一些天狗 是守护山门的上等神兽 在阴间时 他还曾干掉过两头 这里居然有一只神王 曾刺天狗狮害 这是专门为闯入者准备的 心思歹毒 有古怪 楚风眯着眼睛 火眼睛睛中符号闪烁 他一时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 牢中的那个老年神奇突然开口 道 唉 这么长时间也没人来解育 看来并没有什么杂鱼在附近 最近时常演戏 我都快麻木了 那青年也开口 道 是啊 我觉得 那些杂鱼多半没有进阳间呢 即便有一些 也不敢来这里 一刹那 楚风目光阴冷 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太武一脉 那几名核心弟子部下的局 想请君入瓮 在弧面上时 他听到那几人的高谈阔论 除却感受到满满的恶意外 还觉得那几人有些轻浮 太武一脉名过其实 但是现在看来 这几人都是有意为之 他们这是觉察到了什么吗 分明是有针对性的部下的杀局 或许 身为这种级别的妖孽 自身的灵觉足够强大 已经生出了某种感应 楚风心头一领 他退走了 什么也没有做 未曾下杀手 他离开明湖区域 人有杀虎心 虎翼有伤人意 或许 太武一脉的某些人 有了某种感应 亦或是有人在推演天机 测算出了什么 楚风琢磨 越发谨慎 最后 他离开了 远顿到数万里地之外 近似很长时间 楚风觉得 应该不会有人推演出他的一切 毕竟 他身上有十罐 在小阴间时就可以遮蔽天机 何况这是在阳间 天地秩序完善 法则齐全 大道压制的无比厉害 没有人可以推演身上带着救济之宝的人 有十罐在身边 无人可动辄他 不过 楚风还是静心灵神 躲在十罐中足足一个月 他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准备干一跳大的 他很有耐心 为了这一次的行动 足足隐忍30日 好了 哪怕你们有人一时间心血来潮 有了莫名感应 现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松懈了 该我出击了 楚风双目绽放冷电 这段时间 他一直躲在十罐中 完全遮掩去了自己在这方天地中的所有奇迹 他不相信还能有人心血来潮 有莫名感应 楚风准备下手了 这数万里路 他一直在地下穿行 驾驭十罐 施展场域书籍中记载的庙述 被地磁光拖着 刹那远去 当日 楚风到了 再次进入明湖附近的山地 不得不说 明湖先空附近的场域很超凡 足足有数十重 其中超级大型场域六重 仅次于太武祖坟那里 楚风一路上有惊无险 路过地牢区域 一路深入 最终闯进天地 灵粹鼓鼓而涌的中心地带 哪怕是在地下 也看到很多暗河 都是灵液 我来了 楚风目光优寒 依旧在十罐中 像是一个稳重而成熟的杀手 躲在黑暗中 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足足十天 他就在这片地下探索 看到过瑰宝物质 那是某种地髓积淀足够漫长的岁月后进化成的天髓液 由第二天 蜕变的难度太大了 但是这里真的形成了 这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毫无疑问 这里之所以被称之为仙枯 就是因为有这种天髓液 虽然还只是雏形 还不够成熟 但熬炼少年身也足够了 他没有妄动 一旦截取天髓液 供应不上地面上的人的修行 肯定会有人下来探查 嗯 正好借此顺藤摸瓜 找到几个妖孽的闭关地 六重超级大型场域 以及数十种其他场域也挡不住处风 他驾驭时贯 无声无息 贯穿这片地带 终于 他逐一弄清了几人的闭关地 明玉 钟秀 卓虹 龙女都在这里 前三人在淬莲肉身 温养神魂 为的是到了16岁后 直接服食花粉 迅猛崛起 而最后一人龙女则是在此养伤 被大义宫的人射伤后 他的肉身之创好了 但心灵上还有伤 他想要跨过这道坎 更进一步 就从你开始吧 楚风连着天水的一条支流 向着一座地宫潜入 准备对某一目标下手 避开种种尽致 更是以食贯横渡过一片迷蒙的雾矮区域 这才抵达地宫深处 楚风凛然 那片看起来没什么波动的雾矮 居然能腐蚀神灵 丢进去的一件神兵残器 无声地瓦解了 任何物质进去都会被消聋 这果然是显地 到了楚风进入这座地宫后 双共浮现符号 避开各种危机 以火眼金睛透过石壁 凝视地宫里面的人 正是茗玉 地宫深处 茗玉正盘坐一个池子中 当中有天水叶 附近还有各种稀有矿物质 都是他熬练身体用的 这些天才地宝 一旦流落到外面 会让很多进化者杀红眼睛争抢 楚风在行动 无声无息地洒落下轮回土 他不用布置场域 因为这里原本就与外界隔绝 有各种现成的禁制 他只是想遮掩天机 他觉得轮回土足够了 再加上有石灌在手 足以遮掩一切 哪怕事后有人来调查 在此地推演 也会是一片混沌 什么都看不透 这里很安静 没有人打扰 这是名誉的闭关地 没有得到他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靠近 避免他走火入魔 当布置好这一切后 楚风想了想 还是寄出十几感神此奇 插入地下 以防茗玉利用熟悉的地石顿走 尽管他觉得 对方已经没有机会 然后楚风脱离石灌 清零地落在地上 大步向前走去 逼近茗玉的座观地 嗯 突然间 茗玉睁开了眼睛 哪怕是在深层次的入定中 他还是心有所感 灵魂深处一阵悸动 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这让他深深的不安 一个月前 他就有过这种感觉 心血来潮 生出特殊体会 因此跟几位师兄社局 暗中等待 看是否有真有凶兆 可是 等了很多天 一切都安好 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时 他觉得自己太过小心 一时间的心血翻腾居然当真 误认为会有霍南降临 可什么都没发生 直到现在 铃玉心中剧震 他知道当初的感应没错 今天真正出现了 真的有劫难降临 事实上 他已经看到那个人 一个少年 还没有他大 不过十岁左右 眉清目秀 长相非常的俊秀 比许多女孩子都要美丽 你是什么人 竟敢闯到这里 鸣欲呵斥 疼得站起 浑身神光爆发 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一个少年能闯到这里 过去 太武一脉也曾有过推演 实力强大的老怪物 比如半步天尊等 肯定能进来 但是这个级数的人何之于此 而且 哪怕有人不要脸 想要以大气小 也要先掂量一下 真要在此动手 必然会留下痕迹与气息 以太武一脉的推演手段来说 怎么探查不到 这个世间 有强大的天师 冷冻车天机 无人敢丧心病狂的这样 闯到另外一个进化门派的 洞天赋地成兄 不然肯定会遭遇等同的惨烈报复 可是 一个毛头小子 今天就这么杀进来了 柱形层次 还没有熬练到金身领域 不过跟我实力相仿而已 也敢来冒犯我 明玉冷静下来 看出楚风的实力 他渐渐镇定 冷笑起来 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是太武一脉的核心弟子 同层次水怕水 楚风笑了笑 道 就是同层次杀你才有意义 这所地公归我了 必用此地滋养无身 到了金身 金身层次后 再去杀你的师兄与师姐 明玉目露冷冽光芒 眼前的少年赶着般狂言 是太自信了 还是嚣张过头了 居然敢如此 你到底是谁 楚风 楚风自爆姓名 脸上挂着冷漠的笑容 一步一步逼近 什么 明玉震惊了 这是谁 楚风 他口中的那条杂鱼 不是在阴间吗 今天居然出现在他眼前 你好胆 明玉叫道 感觉这个来自阴间的杂鱼 胆子太大了 竟出现在这里 让他震撼而又觉得荒谬 最后 他寒声道 居然敢自爆姓名 真以为能杀得了我吗 楚风猛静的回应 如果没有这种气魄 若是连你都杀不了 我何以灭泰武 第1106章 楚大魔头不可挡狗胆包天 明玉大喝 对方竟敢这样口出狂言 言称要灭泰武 实在是不知死活 平日间 明玉几人都不敢直接呼唤泰武两个字 心中尊崇 是之为信仰 而他口中的那条阴间杂鱼居然敢这么嚣张 泰武算个屁 他的一句道身去阴间杀我 还不是死在大冤 什么天尊中的不败神话 都是用脚来碾碎的 楚风神笑 他很平静也很轻松 就是这么的自信 正如他自己所说 如果没有这种自身杀过来的气魄 连泰武一脉的传人都杀不了 可以斩泰武 明玉大不迎来 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在这封闭的地宫中唯有一战 杀了对方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明玉身上蓝衣裂裂 神盲激荡 周身都被炫目的蓝光包裹 宛若一尊少年神王 英姿勃发 气宇喧昂 并且 他身上的气势陡声 让他体外空气大爆炸 白雾翻腾起来 这是其血肉中能量一充厚导致的 宛若形成一片圣域 这让人吃惊 只有到了圣者境界 才能形成个人的圣域 当中的佼佼者在同层次的对决中 可立于先天不败之境 明玉没到那个层次 但是方圆一丈内 居然也形成一片疑似欲的雏形 甚是湛蓝 非常的可怕 杀 明玉主动攻击 无论如何 他都要胜出 在这封闭的地宫中退 无可退 只有杀了这条杂鱼才行 太武风天指 他上来就是绝学 纸端金银 蓝光绽放 可媲美一些神兵力气 能击碎各种秘宝盾牌等 楚风猛笑 就这么迎了上去 拳印发黑 而后喷勃出大片的雾光 这是小鱼拳 得自东青的传授 其实 这就是史前的绍英拳 是一门神迹 一刹那 在他的附近 黑色鱼点洒落 一条又一条小鱼游动 由若太极中的鱼鱼摆尾 正拖出来 砰砰砰 黑色的拳印 同那蓝色的指芒对决 在这里绽放出 一团又一团 特殊的能量花朵 将地宫中的石壁 都打得凹陷 这是稀有石料 异常坚韧 两人杀了起来 这才一交战 名誉就皱眉 手指头太疼了 被那黑色的阴余纠缠 风天指击射的蓝色能量 都被那些小鱼吃掉了 他像是一抹流光 占来灵芒绽放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想要以绝对的速度 避掉楚风 化成一片流光 远远望去 整片地宫都是蓝色光辉 萌萌一片 然而 楚风的速度不比他慢 到引呼吸法运转后 脚下施展缩地成寸 这种秘术 如同浮动的光 跟他纠缠在一起 这是一场闪电战 砰 名誉到飞出去 落地后他又接连到退十几步 手指头在静攒 略微的颤抖 实在剧痛男人 蓝光都从指端暗淡下去 怎么可能 他是太武一脉的核心弟子 被神王亲授绝学 更是被半步天尊指点过 过早的窥视道大道奥秘 今天居然落在下风 这才刚开始战斗 他就要败了 名誉修脑 他是谁 靠称这个年龄段罕见的奇才 连有接触花粉 十二岁便将自己熬炼 与温养到塑形层次 这是罕有的成就 放眼阳间都足以自傲了 也只有那些存世意 在岁月以上的世家的传人 才能与之相比 同时 他内心深处是不服气的 是要崛起 丽娅就急进化道筒的弟子 因为 他们这一脉有底气 很自视 鼻祖是传说中横推 阳间北方无对手的五疯子 有点门道 楚风点评 谋拳擦掌 再次向前逼去 明欲目光阴冷 他一向自负 居然被他口中的杂鱼 这样评价 哪怕曾心血来潮 有些不安 但他也豁出去了 在这种封闭空间中 唯有死战 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轰的一声乐起 如一头蓝色的天龙横空 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动作矫健 施展泰武莫盘拳 空砸过来 楚风猛笑 一点也不在乎 今天不光是为复仇 杀泰武一脉的核心传人而来 也是为了检验这些年的修行成果 自从来到阳间 他还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一战 即便是在龙窝 也是在投机取巧 现在则不同了 他自爆姓名 就是要强势震杀 毫不必退 主动杀伐 这一次他施展的是从梦谷到那里得到的一页传承 号称终极进化经书 他从当中录出一种不算完善的拳法 现在 楚风施展出来 拳头上的光辉发生最为明显的变化 由黑而金 成为黄金色 但是却也缭绕着淡淡的雪光 空猛 这一拳威势太强盛了 跟明玉对决 数次激烈的碰撞 这时硬碰硬 甚至都放弃了技巧 粗暴的进行碾压 明玉大怒 对方太嚣张了 这是一种从心理上的面试 直接这么霸道的轰过来 大开大合 这是在小区他吗 明玉低吼 周身光芒大作 泰武末盘拳一出 导致一对灰红的末盘浮现 带着雾矮 要将楚风摸死在两块末盘中 可是这一次的对决 他嘴角一穴 吃了大亏 轰了一声 在多次的大碰撞中 他的身子斜飞了出去 撞在地宫的石壁上 正在这里剧烈摇动 明玉惊怒 连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充满挫败感了 他口口声声说 阴间的人不成气候 一旦出现 直接抹杀之 可是现在 一个比他年岁还要小的楚风出现了 所谓的杂鱼投胎在阳间 今天主动杀上门来 打得他口吐鲜血 无法抗衡 楚风不紧不慢 迈着清零的脚步 他动作时 宛若雷霆闪电 霸道而猛烈 势不可挡 犹若一头蛮龙 可是 一旦安静下来 他又是这么的空明 脚步无声 周身隐隐发光 向前逼去 整个人都有种出尘的气质 太武一脉的核心传人也不怎么样啊 我还以为要经历一番血战呢 不过如此 楚风摇头 像是很遗憾 但是心中却又升起一股满足感 这次检验自己的修行成果 称得上是上家 明欲又哼又怒 碰得一声 从地中跃起 直挺挺钉在地上 身板挺得笔直 如同一杆飙枪 精气神在攀升 他不服输 接着 他蓄力后又略微弯下腰 如同一头准备进击的猎豹 散发野性的气息 眸子森冷 与此同时 他的拳印再次亮起 这一次格外的璀璨 依旧是莫盘拳 施展最后的杀手锏 同时配合如同闪电般的身法 准备好了吗 楚风轻飘飘地问道 甚至有些懒洋洋 给他时间酝酿 这让明欲脸色由红而轻 明欲一声轻斥 蓝光大圣 身体如同离弦的神剑 宛若刺透虚空 似乎要让空间塌陷 这片地带瞬间扭曲 莫盘拳爆发雷霆之威 可惜 楚风更霸道 那金色的拳头带着淡淡的雪光 轰砸过来 宛若一方天语轻覆 打得虚空暴明 这简直是力压神奇 镇压山河 明欲面色阴冷 他稍瞻击退 零有硬汗 而是用巧劲而避开锋芒 拜当风拳光轰过去后 他则从侧面出击 以墨盘碾压其肉身 明欲 主风扮小肩 身体舒展肩 比神圆动作还敏捷 横移身体 太迅猛了 而后又落横空的昆蓬展翅出击 砰 两人相撞 全应对击 膝盖与腿脚等一进攻 结果可怕的能量震荡开来 明欲满嘴是血量腔倒退 吃吃吃 一时间 两人再次火拼 厮杀在一起 由若两道光在纠缠 在对抗 在生死对决 轰猛 最后 明欲翻飞了出去 砸在地宫的一座高台上 满身是血 蹊跷皆有烟红的血迹流淌出 他遭受了重创 周身骨头与皮肉都剧痛 就是五脏六腑都像是军裂了 被那来自阴间的少年拳硬打中后 宛若被使前神山镇 简直是不可承受之重 扑 他喷出一口血 拼命跃起 依旧取薄杀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封闭的地宫中 没有人可以救他 真要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 他的拳头上神光沸腾 不惜焚烧一身的精气神 也要跟楚风薄杀 决一死战 然而楚风的金色拳头无坚不摧 外部缭绕着的淡淡雪光 居然有可怕的骁龙能力 像是一口仙剑 可斩破一切阻挡 磨灭万物 这淡淡雪光 就包裹在拳头外 将冥玉爆发的精气神消掉 溶解 震散 可怕的结果让冥玉颤立 我跟你拼了 冥玉怒吼 怎能想到被人打上门来 堵在这里 杀得他浑身实伤 抗衡不了 尤其是 这个人正是他所轻蔑的阴间来客 让他觉得被感态屈辱与绝望 到头来竟是他要被击杀在这里 砰 楚风挥拳 将冥玉轰飞 清晰的鼓烈声传了出来 冥玉拼命 但是依旧挡不住楚风进攻的脚步 每次都被打得倒退 撞击在石壁上 而后不断被轰的倒飞出去 雪剑地攻 最后关头 他不惜消耗魂光 这是不可逆转之伤势 灵魂受损的话 除非使用阳间传说中药草 不然的话 这种伤无解 代表着一个人的未来在被收割 这是泰武一脉的镇教妙述 未能大的骇人 他才接触不久 还没有真正练成 毕竟才12岁而已 此时强行施展 竟勉强成功祭出 轰哦 然而 楚风都没有动用其他手段 依旧是一拳轰去 金色拳头璀璨 缠绕淡淡的雪光 宛若能割裂上仓 冥玉的妙术被迫 被震散 被金色拳头外的淡淡雪光腐蚀 轰的一声 彻底瓦解与失败了 啊 冥玉道飞出去 跌落在地上 满嘴都是雪墨子 他艰难开口 道 想不到啊 我竟然要这么憋屈的死去 可恨 楚风撇嘴 道 你以为你是谁 钻个毛线 冷死在我手里 当后世人提及 也是你的荣耀 真想找人替我来杀你 不给你这种荣耀 你 冥玉气到肺部剧痛 他很想说出杂语两个字 但是却喊不出口 他都被对方打成这个样子 羞愤无比 会对泰武一脉传人的身份 冥玉浑身是伤 骨骼近断 但是却依旧觉得不如心灵创伤来得重 被他所轻视 魂不在意的那的阴间来客 达到他绝望 可以了 送你上路 楚风冷声道 现在他冷漠的如同一个大魔王 俯视着他 轰击向前 杀 名誉不屈服 猛然跃起 拼死一击 他焚烧全身的精气神 文光都化成了这一拳的养料 全光沸腾 扑 可惜 他依旧不敌 如同个破布口袋搬飞出去 砸落的地面 半截身体消失 整个人横死 避命在自己闭关的地宫内 平民也敢示我为杂鱼 太无一脉不过如此 楚风大步走了过去 催动出一股能量火光 将名誉化成一团人形灰烬 杀了个彻底 他离开这片区域 镜子向着名誉做官的天水池走去 这才一临近便闻到亲人心脾的芳香 这片地带腾起大片的烟霞 让他浑身毛孔张开 周身无比的舒畅 宛若要与话飞生 好地方啊 不愧是仙枯 盘坐池中 仰我今生 楚风喜悦 此外 他在旁边的浴室桌上还发现一些金卷 这让他心中一阵 感觉非常惊喜 居然还有秘点可以参阅 无取而代之 在这里做官 等我将体质提升到金身层次 再去隔壁的地宫 找太武一脉另外的核心弟子检验修行成果 第1107章天水炼金身楚风 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信地宫中没有危险 安下心来 准备在这里养魂养身 提升自身的体质 他早已在地宫中撒上一些轮回土 他相信 隔绝了一切 不会出什么纰漏 然后 他将驴金放了出来 这是明狐仙枯 我们真杀进来了 驴金眼珠子都瞪圆了 一副火箭鬼的样子 他跟在楚风身边 那可真是提心吊胆 因为这位野胆子太大了 不是在挖天尊祖坟的路上 就是在闯人家仙枯的途中 太彪悍了 虽然一路上他溜须拍马 但还是各种害怕 现在终于长出一口气 他撒花料绝子跑过去 准备通饮天髓叶 跟在楚风身边这么久 他也是识货的人 毕竟喝过天下第一名山出产的山叶 耿混 楚风另外开辟出一个泉池 江源池中的天髓给引了过去 主要是嫌弃明月曾在那里做官 驴金不管这些 咕咚咕咚大口吞咽 美帝都要冒鼻涕泡了 太有幸福感了 就这么一瞬间 他感觉四肢发热 蹄子流转出金属光泽 整具躯体都噼啪作响 体质在快速提升 大哥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如同对我再造 是我的再生父母 父亲大人 请受我一拜 驴金败了下去 激动得语无伦次 但仔细看 一双驴眼中却有狡诈的光芒闪过 这分明是在变相的拍马屁 只是 这家伙太肉麻 甚至有些贱气 楚风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要是这样的儿子 保准第一时间掐死 一脚就将驴金踹开 道 我警告你 再敢乱叫我打不死你 同时 他严厉告诫 以后再怎么激动 也不能在美女面前这么胡说八道 这不是败坏他名声吗 驴金暗中撇嘴 不是在美女面前就能喊 再者 以后的是谁能说的准 楚风心修建了一个池子 影帝下的天髓叶入内 已经盘坐进去 当真是浑身舒畅 全身毛孔习张 吞天髓叶 这对他的好处太大了 这天髓叶即便还只能算是雏形 不成熟呢 但也是天真地宝 这当真是立竿见影的疗效 楚风在第一时间感觉到热气滚滚 沿着四肢百骸一栋 滋养其肉身 这是经过地下灵犬稀释过的天髓 不然的话 谁也无法奢侈到用来沐浴 楚风考虑深入地下去 找那圆浆 直接服食 让自己进化的更快一些 他可没有过多段时间耽搁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神圆满 楚风知道 无论何种其珍宝叶 都是早期效果最佳 就如同天下第一山的山叶 到了后来不怎么起作用了 身体对他有了抗性 诗 楚风消失 没入地下 带着食罐防身 去截取原浆 他本就是从地下闯进来的 因此并不费力 突破各种禁止等 找到天髓叶的支脉 小心谨慎地收集 放进玉至七米中 不久后 楚风回来了 在地宫中开始直接服食天髓原浆 空的一声 他的身体像是焚烧起来 冒出刺目的光芒 周身血气澎湃 魂光激荡 五脏六腑都在和明 这效果太剧烈 让楚风觉得自己快点燃了 好霸道啊 他终于明白 为何名誉以灵犬稀释 坐在池水中闭关 这东西太烈 一般人真的承受不住 来吧 我觉得非常好 这么霸道的天髓叶 估摸着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让我养出今生之体 楚风又喝了一口天髓叶 坐在浴室桌边 开始研究那几卷经书 关于养生养魂的秘本 楚风亚然 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并非什么呼吸法与全经 而是温养身体与灵魂的经卷 不过想一想也适然 太武的传承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得到 那种东西多半是直接烙印 在核心弟子心灵中的 而不是给予秘点 不过 这养生养魂的秘策也不简单 楚风越看越是欣喜 超乎想象的珍贵 这是太武一脉培养 最强天才的手段 就如同十湖天尊的师父那般 所着手札讲述最强之路 这期卷经文 与十湖的师父所阐述的观点 有相近之处 也有独到之处 妙不可言 楚风很激动 对其他人来说 或许呼吸法与全经 剑谱更重要 但是与楚风这种散修来说 这种系统论述最强路的秘本 则更显珍贵 毫无疑问 这种经卷在太武一脉 重要地子兼是公开的 可随意翻阅 或许 各大道童都有这种类似的秘本 大同小异 所以他们不会刻意保守秘密 无 很好 仔细算下来 这有可能是五疯子培养传人的手段 传到太武手中后 应该还算完整了 不至于残缺 毕竟太武才是第三代 太武的师父是一位女子 乃是五疯子的关门诱徒 咕咚 楚风一边和天髓夜缘将一边翻阅秘本 满心的欢喜 同时胡天尊他师父的手札对比印证 许多模糊的地方都顿时豁然开朗 嗯 这里有许多瓶瓶罐罐 都是一些天才地宝与稀有矿物等 原来竟可以跟天髓夜搭配起来用 效果更佳 楚风翻完经卷后 知道了玉石桌上那些稀针矿物的用处 有些矿物 跟东青链制小天丹的单方中的矿物属性相近 楚风不得不又回到池子中 将一些瓶瓶罐罐中的矿物倒进去 跟稀释过的天髓夜混合在一起 池中顿时绽放七彩霞光 锐起蒸腾 神音笼笼 还真是不一般 楚风一边说一口又喝了一口天髓原浆 坐进池中 按照那些精卷的记载 如果能够承受住原浆的焚烧 五脏六腑经受得住 直接引下去效果会更佳 楚风浑身通红 血肉被滋养 魂光也在增长 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升中 这是什么东西 楚风在一堆瓶瓶罐罐中还发现几个晶体 他稍微一催动 顿时浮现出一组又一组战斗画面 清晰而逼真 映入眼帘中 这是茗玉跟卓宏 钟秀对决的战斗场景 他先后挑战师兄与师姐 勇气可嘉 但是到头来完败 差距巨大 这记忆水晶 记录下当时的所有细节 明月在塑形层次 而那两人都早已晋升今生领域中 将差一个境界 无法以下乏上 楚风盯着那些画面 还有声音传入耳中 他点了点头 这也正常 毕竟钟秀 卓宏也是核心弟子 天资同样超凡 名誉低了他们一个境界 自然不是对手 所谓的跨境界大战 那肯定要有前提 天才对决普通人 那自然没问题 可如果两人都是天纵人物 跟古等相仿 一个进化境界更高 另一个如何以下乏上 正常来说 必然败亡 楚风觉得 稳妥起见 自己最好在这里成就今生 再去找那两人切磋 再检验自身的成果 吃地 你安心修行吧 再过几个月 我与你师兄 钟秀就要去战场了 去那里魔力真身 天水夜对我们的效果不大了 祖师说任何强者的成长 都少不了徘徊在生死间的体悟 需要鲜血流进的战斗 需要残酷的大型战场 这是记忆水晶中灼红的话语 他们要去战场了 如今天下大乱 正是他们这种人 魔力自身的最好机会 钟秀道 师妹已经赐下替死服 这意味着我们真的要出师了 想要在接触花粉前成胜 打磨自己达到杨坚允许的最强状态 平民狐先哭此地做不到 只能去战场 去外界捕捉最后的机会 这都是记忆水晶中的烙印 有画面有声音 让楚风心中一动 果然太武一脉也知道 想要最强 那就是在接触花粉前 让肉身成胜 可是 自古至今也没有几人能做到 看样子 去战场 去外界魔力 或许能熬练出一具胜体 楚风压抑 一阵琢磨 简然 明玉经常观看记忆水晶中的战斗 检讨得失 对两位师兄师姐不是很服气 随后 楚风仔细观看几个记忆水晶 从中发现时间线索 确信这是二十几天前的事 这意味着 钟秀 卓红还没有离开 他们去闭关了 利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巩固今生肢体 嗯 还来得及 在你们离开前 我去登门 楚风的血液流动加速了 浑身滚热 他渴望战斗 希望自己尽快提升的到精神领域中去 横击泰武一脉另外两名核心传人 自这一日后 楚风每天都喝天髓原浆 蕴沐浴矿物林液 体质不断改善 体表每天都会排出一些绵糊糊的东西 机体越发雪白晶莹 直到有一天 轰得一声火光滔天 烈焰焚烧 楚风差点被烧成焦炭 这地宫中的宁静被打破了 驴精大吃一惊 道 欲速则不达 这是喝天髓原浆导致的 将自己焚成木炭了 楚风突然开口 道 二货 你就不会说点吉利话吗 这时肉身激烈蜕变 成就金身 驴精吓了一大跳 发现楚风那里生机极速强盛起来 他知道 并未出什么意外 不禁小声故隆到 人家的金身都通体金黄 灿灿生灰 你的确实乌其麻黑 这是黑金之身吗 一边去 楚风轻斥 不想理这个二货 不久后 他的身体脱落下一层焦黑的老皮 露出里面如同新生婴儿般的肌肤 很快变得雪白晶莹 到最后一出丝丝缕缕的金光 他大幅度提升体质成功 到了金身领域中 一时间 一切都不同了 楚风体内血气澎湃 五脏六腑都在发金光 整个人稍微运转能量后 如同一尊金身神像般 异常的神圣 成了 楚风露出笑容 有种收获的喜悦感与满足感 在这片仙窟中 利用泰武的资源成就金身 他心情大好 再巩固一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 楚风依旧每天喝天髓原浆 体质还在改善中 金身越发的强大 血气激荡时 缭绕在体外 像是形成一层赤金色的佛光 该出手了 再不去找卓红 钟秀检验我的修行成果 他们就可能上幕了 楚风出关 他脸色略显冷酷 下定决心要对泰武一脉下黑手 第1108章 莲窝端明湖仙窟 这片山地很广阔 至于山腹中的地宫 更是规模恢弘 核心弟子人手一座 享有最好的资源 这是泰武一脉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 毕竟能够出产天穗 无论对于什么道统来说 都是稀针之物 楚风出关了 以食罐庇护自身 眼神很犀利 由洛亮到闪电 他的嘴角带着略显冷酷的笑容 他准备大开杀戒了 若是能够将泰武一脉的 几名核心弟子连窝端 注定会让杨坚几大热 萧七刊都要卖断货 真要成功的话 等于在萧泰武天尊的脸 正常情况下来说 还没有人敢这么疯狂 各教之间都有底线 谁敢以大欺小 闯进一较重地杀核心传人 一定会遭受同样惨烈的报复 明湖仙空布下六种超级大型场域 再加上一些相对稍弱极许的 杀伐性场域 也只有半部天尊可硬闯 只要没风 无人感冒天下大不会出击 所以相对来说 核心弟子在这里非常安全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今天楚风可不会管这些 就是抱着一窝端的心思而来 要给泰武重击 扇他一个流血的大耳光 父母亲故都死在泰武手中 楚风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顾忌 就是要与他不死不休 疯狂进击 地下很幽静 除却天髓业与灵权外 就只有低脉磁场等 他无声无息的来了 进入又一座地宫中 这是灼红的闭关地 他果然还在 没有离开 楚风感应到他的气息 正在做官 整个人都被一层金光覆盖 虽然是一位妖娆艳丽的女子 但是此时却也宝相庄严 今生格外强大 她十四五岁 原本雪白的机体都如同黄金铸成 穿着一身长裙 看起来神圣而超凡 此时他在参悟一种妙述 属于太武一脉的杀手锏之一 名为五道塔 随着肉身喷勃金霞 魂光闪耀 他在身前凝聚出一座古朴的塔 冒出紫气 楚风来了 唯有一点声息 时贯破土而出 他在第一时间洒落一些轮回土 确保这里与外界隔绝 哪怕这里的人死去 这片地带也会蒙蔽天机 什么都传不出去 等于将这里与外界断开 在此过程中 他算是故技重施 至初实习赶身此起 封锁地宫 防止对方逃走 楚风很熟练 因为两个月前就已经做过一次 干掉了名誉 谁 卓虹比名誉的灵爵敏锐多了 不愧是高一个层次的进化者 他说的睁开眼睛 浑身金光大胜 犹落一个金人 就是他的发丝都化成黄金色泽 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自身能量暴涨 他已经一跃而起 百出战斗架势 楚风不紧不慢 从地宫中走了过来 露出真身 十岁多一些 但身段已经很高挑 带着一种非常出城的气质 空灵若先 卓虹凛然 内心非常震撼 就如同死去的名誉般 怎么也无法想到 有外人闯到这里 而且还是一个少年 你是哪家子弟 这样闯来就不怕挑起两族纠纷吗 卓虹心记 他有些忌惮 除非接近天尊的人 带此少年来袭 不然怎么能进来 放心 是我自己来的 嗯 我是楚家人 楚风平静地答道 他有的是时间 没有急于出手 这一次 他依旧是为检验修行成果 所以想给他机会 当面大战一场 卓虹是吧 别让我失望 过来一战吧 楚风平和地说道 哪个楚家人 卓虹精逸 他身段修长 虽然年岁不大 但是曲线起伏 凹凸有致 非常的性感 他有一双桃花眼 银白额头上有些磨纹 为他平添一种妖艳的美 红唇湿润也很鲜艳 我不认为与你有仇怨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他嫣然一笑 相当的妩媚 眸波闪动 风情诱人 楚风痴笑 带着冷意 道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两个月前在明湖上泛舟 你不是说过吗 希望我能偷渡到阳间 而非投胎过来 不然的话 我这条重头修炼的杂鱼不够你杀 一刹那 灼红的眼眸大睁 满脸的金融 内心无比的震撼 这些话他的确说过 但是提及到的那个杂鱼 持阴间人 曾是泰武祖师要寻找的那个阴灵 怎么可能 他真的出现了 而且就在眼前 灼红心中剧阵 感觉像是挨了一记天雷 有点不真实感 跟明玉的反应相仿 但是 他更冷静 也更果决 知道是什么人到来后 他立刻意识到无法善了 必然要有一战 空 他直接出手 英雷烈烈飞舞 如同灵波仙子俯冲而来 主动攻伐 他一双袖拳化成了淡金色 动用金身层次的最强能量 他一往无前 直接生死搏杀 非常有魄力 不顾一切的杀到眼前 楚风自然迎击 脸上带着冷酷的笑 今天就是为杀人而来 同时磨砺自身 全印轰出时 神盲滔滔 砰砰 两人数次碰撞 非常的激烈 此 卓红一声轻斥 金身摆动 如同一株若柳 一下子变得无比柔韧 前后左右的摇摆肩 出现重重虚影 然而 楚风一眼就看到他的真身 并不在意 哪怕他一口气 画出八道虚假之身 可都被他看透了 所以 他没有任何犹豫 向前轰去 然而 惊变发声 蜡锯真身迎着他的拳头而来 根本没有躲避 任他轰向其高耸的胸口 依旧扑击而来 什么情况 这是找死 纯粹的自杀 楚风一阵惊疑 对方被识破后 依旧没有止住来世 冲撞而过来 有点出乎他的预料 扑 他的拳头贯穿了 卓虹高耸的胸部 直接打穿 鲜血淋淋 然而 卓虹依旧带着冷冽的笑 向前冲直 任身体被贯穿 他的双手扶在楚风的身上 宛若铁钩斑药将他撕裂 嗯 楚风脸色骤变 这是杀敌一千次损八百的打法 他体内能量沸腾 整个人金光刺目 犹若化成了一尊神像 对抗卓虹的近身缠附 不过他身上依旧出现血痕 空 但是 最为可怕的是 卓虹浑身爆发的能量 那是疯狂的 他在自爆 同时在施展一种可怕秘术 一道紫光子他眉心飞出 展向近在眼前的楚风 楚风真的被吓了一大跳 哪怕他经历过很多场大战 可也没有遇上过这样的对手 还为生死搏杀分出胜负呢 上来就玉石巨焚 抱着敌人自爆 这太疯狂了 他可不想跟对手这样一快死去 他才在阳间起步 还要崛起 希望领略终极进化路上的大好风景呢 疯婆娘 他怒斥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一切都太快了 也太突然了 其中 比卓虹自爆还要严重的就是 他眉心飞出紫光 展向楚风的额头 要灭其精神 空 这时楚风在肩部龙发之气 给予最强反击 一道乌光从他身上爆发 将他从头到脚都覆盖 庇护挤身 并且 他将缠绕在身上的 卓虹生生给扫飞出去 楚风在阳间第一次动用七宝妙术 这是他在天下第一名山参悟出完整的无上法 施展出阴属性的乌光 这一妙术号称可以刷落万物 也能摧毁万物 楚风失出 自然是为了将对手从身上扫飞出去 使之不能沾身 空 卓虹刚脱离他的躯体 在扫飞的过程中就在不远处炸开了 这一幕相当的惨烈 这可是一位性感妩媚的少女 结果这么血淋淋 真身瓦解 魂光炸开 鲜血与碎骨头剑的到处都是 实在是有些可怕 楚风让枪倒退出去 这么近的距离内自爆 哪怕他将对方扫飞出去了 自身也被波及 被震得嘴角溢血 还好没有伤到根本 同时 他摸了摸眉心 出现一道血痕 近在咫尺间的玉石巨焚 那道紫光险些就接接实实的 踢中他的额骨 疯子 变态 楚风诅咒 还好 他反应敏锐 以七宝妙术刷开 正非了对方 不然麻烦大了 他就没有遇上过这么疯狂的人 完全是不要命 直接求死 围得只是也拉上他一起上路 你就这么不自信吗 都不与我一站 上来就这么干 你这个女疯子 楚风刚才真出了一身冷汗 嗯 突然 一刹那 他想到了什么 猛然挥拳 向着那片残血与碎骨轰去 嗡 字幕的光芒绽放 包裹着那些血与骨等重组 刹时间再现卓红的真身与魂光 使他完好复活出来 楚风终于明白 对方实在是够很够果决 因为身上有替死符 所以不惜上来就以命搏命 要送他上路 让他的脸色顿时很难看 他在击毙明欲后 曾从记忆水晶中看到过 忠秀与卓红要出师了 所以被刺下替死符 果然 卓红再现出来 楚风阴沉着脸 道 我还真是低估你了 不愧是五疯子的后世传人 骨子里有相同的疯狂 卓红也冷着脸 道 您也很出乎我的意料 居然硬抗下来 没有死 害我白白耗费掉替死符一次火命的机会 他这个人很果断 对敌人足够狠 对自己也够狠 在知道楚风的身份后 他就欲感到不妙 对方若是没有把握怎么赶登门 所以他才那么疯狂 无比的果断 上来就玉石俱焚 现在 他进一步确定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敌人 搜 他没入地下 想要顿走 但是刹那就浮现出 被楚风不下的十几感神 此其逼了回来 杀 卓红知道 没有退路了 全力以赴的攻杀 这一次 楚风严肃对待 避免对方再次发疯 跟他同归于尽 他杀意无边 下了狠手 翁 卓红除雀太无墨盘全 还催动心恋成的妙术 一种杀手锏 那是魂光凝聚成的一座小塔 很古朴 但却缭绕紫气 向着楚风镇压过去 斩 楚风催动七宝妙术中的 因数性秘术 乌光暴涨 宛若一口天刀滑了出去 咔嚓一声 将那缭绕紫物的小塔皮开 化作两半 阿 卓红惨叫 眉心堂血 空 楚风杀了过去 全盲击射 乌光暴涨 全力灭杀卓红 扑 卓红被杀 毕命于此 但是他身上有替死符 依旧复活了过来 就这样 楚风一共杀了他六次 这才真正将他击杀 一枚神符炸裂 化成鸡粉 楚风稍作修养 恢复精气神 将自身调理到巅峰状态 赶往另外一座地宫 他很冷静 江泰武一脉核心弟子一窝端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嗯 楚风深感诧异 这座地宫中居然有两人 都为少年 十四五岁 且都是今生层次 实力不容小觑 不弱于灼红 他仔细辨认 当日在明湖上看到过 这是太武师解纳一脉的核心弟子 居然还没有走 在这里小住 早晚要对上 注定为仇敌 上次你们也是各种建议要杀我 那么今天一并解决吧 连窝端个彻底 楚风杀了进去 撒轮回土 投掷神慈奇 动作可谓麻利之急 这当真是熟能生巧 极其娴熟 什么人 杀你们的人 楚晓爷来了 一番战斗爆发 这两人有替死福 因为也出师了 但是很可惜遇上了发誓 要跟太武一脉死磕到底的楚风大魔头 全被他击毙 哪怕两人联手也不是对手 下一座地宫 楚风沐浴滴血 再次上路 第1109章金弓之神钟秀呢 楚风心有疑惑 寻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 倒是发现空的地宫 这是提前出师了吗 楚风对钟秀印象深刻 认为他比拙红和名誉都要强 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很想将他堵在地宫中检验自身修行成果 钟秀 有混沌神魔血脉 背负一对金色羽翼 额头上有长有一只树眼 实力非常强横 有点可惜啊 还想全灭你们呢 怎么提前离去呢 楚风很遗憾 他在一座空空荡荡的地宫中 找到一些书册 信件等 确信是钟秀的座官地 发现他已经走了 提前出官魔力 楚风之身一人 击毙名誉与卓红 此外格杀了太武天尊师姐 一脉的两名核心弟子 实现四连杀 占博可谓丰厚之急 这若是传出去 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 震动阳间 这么多年来 不管外面和其乱 可还从来没有人敢 这么肆无忌惮的上门去 一较禁地灭其核心弟子呢 这太疯狂了 如果彼此这么互相报复 天尊级亲自下场 杨坚岂不是一片混乱 到了那种极限惨烈禁地 舍去天尊外 还有谁敢保证自己能活着 真到了那份禁地 杨坚肯定是发生了 史上最黑暗与血腥的大乱 各角都不能自保 会被席卷进去 那时 杨坚大地上注定尸骨如山 雪流成河 甚至道筒被灭九成以上 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有无比残酷而又血淋淋的教训 导致有大能都不得不避惑 远走小阴间 可以料想此地事件曝光后 杨坚各大畅销报刊将会成为抢手货 有了充沛的头条内容 会引爆天下 然而 郑主楚风却很不满意 认为没杀够呢 还当再接再厉 可惜 相应的地宫都空了 没有目标 最后 他盯上了一座血气很鼎盛的密土 一阵犹豫 到底要不要对此人下手 实在没有其他合适下黑手的对象了 这是龙宇的闭关地 地宫中一个身高两米的轻壮男子 满脸的落腮胡须 金光闪耀 他长相粗犷 如同一头神狮子王般威猛 他在左官 在跟大义宫传人的对决中惨败 几乎被射杀 肉身之伤早好了 但是心灵上的留下的创伤至今难遇 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一关 再认真思存 总觉得下次再遇上那位神射后 依旧会被剑语洞穿 甚至会被射杀 那一役 他已经产生心理阴影 在此之前 他在战场上一路横扫对手 所向披靡 击败很多奇才 甚至格杀过神榜排名前摆的高手 信心大涨 可是 所有这一切都被那一只神剑杀穿了 明明看到对方张大公 就那样瞄准他 可是到头来就是没有避开 至今想到那位身穿黄金神衣 手持黄金大公的神射手 都让他心中充满阴霾 自己走不出来 对方那种猛进而专注的冷酷神态 至今还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每当回想 他就身体绷紧 忍不住想要跃起 冲出地宫 尤其是 若是陷入沉眠中 他时常会被惊醒 满身都是冷汗 中间的胸膛隐隐作疼 仿佛再一次血淋淋 身体被震的崩裂 吼 龙羽一声低吼 宛若困兽 有一股暴虐的气息在地宫蔓延开来 他愤怒 恨自己始终走不出那片阴影 或许 也不是愤怒 而是一种无奈的焦虑 一种源自在心底最深处的距异 因为他相信 哪怕再次遇上对方 还是会被一剑洞穿肉身 依旧躲避不过那一剑 怎么破解 大义神社难道无解吗 会是我此生的克星 他胸膛起伏 私存了很久 他始终找不到可行的办法 怎么化解那一剑的风华 他疼得一生站了起来 走来走去 越发的焦躁 那一剑射穿的不仅是 他的肉身与魂光 还有他的骄傲与自信 都说大义公是天下神社祖地 几乎历代天下第一神社 天社 都是出自那里 已经无解 难道我遇上的那个女神社 是有可能要成为 天下第一神社的生灵 那个女人到底什么样子 她居然都没有清晰印象 只记得一身黄金神衣 手持黄金大弓 此外还有一双极其美丽与深邃的眸子 至于面孔竟没有任何记忆了 她当时神经绷紧 被那一箭锁定 哪里还能旁固 她年岁不大 就已经依靠神社之能排位在神灵中前五十墙内 若是再给她时间 该不会要闯进墙二十 甚至前十吧 龙鱼脸色阴沉 越发觉得这成为了自己的心魔 如果无法想到破解大异神社的办法 这将会让她坐卧不宁 历代天下第一神社 几乎都排位在天下高手前十内 我若想在神榜中跃进 必须要过这一关 可是 怎么对付她 大异宫的射数举世无双 龙鱼越发的烦躁 她先后养伤与参悟很久 加起来的时间有大半年以上了 可是 却依旧这么的烦闷 将枪枪 一些黄金甲咒覆盖在她的身上 并且她手持一张金色大弓 模仿那位女神社做出射杀状 弯弓八剑 亲身体会 最后 她又丢掉这些弓甲 来到玉石桌案前 研读古厕与手闸 连太武祖师都曾被大异宫的天射手 射伤过 我怎么化解 她碰了一声 将所有前人手闸 各种针对神社的古籍 全部打落在地上 再次走到远处 开始做官 楚风露出一色 将所有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她颇为感兴趣 彻底来了精神 此时她在地下 隔招数众场 予以火眼睛睛观看 并且自身躲在石灌中 不怕对方有所感应 开始谋划 她想图神 尽管知道 难度很大 这不是一般的神灵 而且是在对方的主场 但是她依旧想尝试一下 这一次 她自然不可能跟对方去决一死战 公开激斗 而是要像刺客一样躲在黑暗中 关键时刻发难 若是能给予她致命一击就好了 楚风观察 双目闪烁射人的光芒 接下来 楚风发现 龙女坐观后越来越暴躁 不时越起 走来走去 还发出阵阵低吼声 这是要走火入魔啊 楚风微笑 再这样下去的话 龙女必然会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况中 迷乱心智都有可能 我等你自乱 楚风耐心等待与观察 最后她从这里退走了 嗯 得先将老骨从太武祖坟中挖出来 不然的话 这里的动静太大了 有可能会惊动太武出关 楚风琢磨 这里的事情可能会引发轩然大波 古城还躲在那座大坟中会十分危险 因为 她没有把握能够一定斩杀龙羽 若是让她跑了 此地就没有办法保持宁静了 必然要在第一时间曝光 那个时候 她唯有跑路 第一时间远顿 什么都顾不上了 当日 楚风离开 动用大型传送场域 静止赶向幽山 幽山 批林谷战场 本身又是一座仪器的史前阴府 黑雾滔天 阴气茫茫 宛若来到死亡的世界 老谷 你偷完了人吗 别告诉孩子都有了 你这个老阴货 老不休 太武找你清算来了 驴精简直是个细精 闯进来就叫 还摆出一副药桌间的样子 古城海这叫一个气啊 真想吃了它 想把它做成酱驴肉 你们怎么会这样快 我还没完事呢 一口石棺果带着浓郁的阴气 飞了出来 这是实力明显暴增 老谷 你可真没羞没骚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 还没完事 绿精黑黑直笑 接着他又一阵言辞 老谷 你该不会真的生出一只小谷吧 来了一段诗鬼不了情 我们今天赶过来是劝你改邪归正 避免你继续在歪路上走下去 一边待着去 老夫真想吃掉你 古城海稍微一阵 将驴精给撞飞 主风露出金融 老谷这是实力大进不少啊 他开口道 先离开这里 接下来太武一脉可能要发疯 我怕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出事 古城海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惹祸了 而且是明天大祸 估摸着最起码要震动杨坚数十周 他二话不说 直接喊道 那还等什么 跑路啊 我算认清你的本质了 毛都没长期 却跟我大哥当年一样能折腾 不是在招货 就是在招货的路上 你们这样的人 我懂 文青 他跟火烧屁股似的 火烧火辽 比楚风还着急 嚷嚷着立刻跑路 一刻也不想停留 怕亡死在此地 跑了 第1110章楚黑手三人第一时间跑路 最终 楚风带着他们两个横渡 远顿而去 离开青州后横跨树州 找了一处密地 并让他们缩小 用轮回土北埋在地下深处 这真是无比的谨慎 避免事后天尊大能等寻道踪迹 最后 他自己又动身 回到了明州仙窟 准备对龙羽下黑手 此刻 神榜百强内的这位高手陷入魔阵 最近一天比一天焦躁 经常嘶吼 楚风在暗中开始布置 布下场域 他在准备场域大功 当初 圣诗赛地球外战斗时 曾以域外的新斗为弓箭 射杀对手 现在楚风也是在布置类似的场域 不过 在阳间压制的太厉害了 也说催动星辰 就是调动山川都很难 在有些特殊的大洲 连神奇都无法离开地面 不能飞天 可想而知 这大环境多么可怕 法则齐全后镇压的何等厉害 同样的 楚风无法调动大天地之势 而龙羽这种神灵自身 也没那么大的威能 因此他觉得针对龙羽 还是一定把握的 后 龙羽在嘶吼 他陷入了沉闻中 依旧在大叫 自冷冽的汗水中惊醒 双目赤红 心魔作祟 阴影覆盖 他急躁的简直要发疯 随后 他又一次沉眠 楚风在暗中注意观察 当看到他面目又一次猙獰 眼皮不断跳动时 他觉得时机到了 果断发难 他用轮回土覆盖地 攻几处原本就存在 场域的特殊方位 让几块地带的场域失效 而楚风自己布置的场域发动了 金色符号蔓延 交织成弓箭形状 凝聚能量 而后射杀 争 弓弦松动的声音传出 跟真正的弓箭放出时的声音 一般无二 争争争 这片地带弓弦齐颤 神剑横空 啊 龙语大叫 在沉眠中惊悚 蓝脸扭曲 睁开眼时眸子赤红 尤其是当看到金色神剑飞来 弓弦轻颤时 他整个人都记动到要发疯了 大义神社 啊啊啊 他愤怒大叫 这也是在惊恐 彻底封魔 想要躲避 但是自身状态糟糕之极 居然在轻微地颤抖着 扑 一只剑与洞穿其心口 啊 他惨叫 胸腔那里带起大片的血液 大义公 你们怎么敢 进攻打我叫先哭 龙语大叫 他失去了分寸 原本就是沉眠中 被惊醒后 又精神紊乱 现在被攻击 彻底如同魔症 楚风一看 知道事情成了一半 这家伙走火入魔 状态陷入最糟糕的境地 争争争 弓弦轻颤 金色神剑齐发 他知道 这件于正常情况来说 杀不死对方 能够躲避过去 也能够硬抗 但是龙语发疯 这就是机会 当然 杀不死对方也正常 逼迫对方走火入魔 就算成功 现在 目标完成 龙语彻底狂乱 眼睛赤红 充满惶恐 原本心中就满是阴影 走不出来 现在更是误以为 大义公神射杀到 吼 啊 这是一场猎杀 龙语先写四箭 他在突围 他都没有正面对抗 就想逃走 身上被射中很多箭 最为严重的一次是 赤红的左眼被冻穿 被剑与贯穿进去 走火入魔 彻底封了 似乎又废掉 太武一脉的一名核心弟子 楚风自语 楚风这些年来 今年场域 已经寄生到神师领域 造诣极高 奈何他自身的进化层次太低 有许多杀手锏施展不出来 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支撑 哪怕知道如何布置 也刻写不出相应的神级符文 他现在只能动用一些通用 而又粗陋的神道符文 刻在此时上 这些不需要强大的精神力为后盾 但是 这样想困住龙宇是不可能的 尤其这是神绑百墙内的高手 啊 龙宇疯了 彻底失去神智 发狂般的冲击 如同无头苍蝇般逃窜 横冲直撞 这就是导致他被符文聪操的神道 剑与很多次射中 甚至有一次被一剑罐穿脑海 两次被冻穿眼睛 龙宇几乎被射杀 解零零 他被强大的剑与震得险些四分五裂 但他终究是神 伤口出现后 又自动愈合 他硬生生闯关 朝着一个方向杀去 楚风没有阻拦 还真怕这个无头苍蝇般的风神误伤自己 犯不着去跟他死磕与犯险 这一次的目的达到了 龙宇疯了 心神错乱 他的伤眼看到的是大义公的神射 是传说中射遍天下无对手的第一射手 看到无数的金光飞来 洞穿他的肉身 他根本躲避不开 他只能一路逃亡 啊 这是心魔 这是风症 他早已失去理智 正常人苏醒睁开双目的瞬间 受到惊吓还可能会出现精神异常 甚至是失心疯 就更不要说他这种最近被亏隐隐中 一直在被折磨的进化者了 原本就在走火入魔的边缘 现在彻底爆发 杀啊 他一路杀出自己的地宫 按照一种逃生本能 沿着记忆中的路径 逃亡了出去 啊 龙女神子 您这是怎么了 尖窟中有其他侍从 但是平日却不能接近地宫 不能靠近几位传人的闭关地 现在看到龙女这个样子杀出来 全都被惊呆了 外面的人简直如同实话 这可是太武一脉的仙窟 是一教重地中的重地 谁能杀来 谁又敢杀来 这种情况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现在 龙女为何发疯 满身血淋淋 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位老师从震惊的大叫 他看到龙女双目淌血 眉心插着一根能量化成符文剑雨 周身上有很多血洞 都是能量剑雨炸开后导致的 这不可能 保护龙女神子 老师从大叫 接着 他更是大吼 敲响警钟 禀告给我叫总坛 各位 跟我一起准备杀敌 决一死战 老师从大吼道 不得不说 几名年老的师从不仅实力高深 强大的惊人 同时也很冷静 很有分寸 将龙女保护起来 将消息放了出去 要在第一时间 禀告太武坐镇的总教 同时 他们全都寄出秘宝 要杀进敌宫 不惜生命 要拦阻对头 死战到底 可是 他们所要拦阻的敌人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军 也没有神王之上的存在降临 只是一个小修士 现在 楚风正钻进地下 发疯般喜结天水 这时要断仙枯之根 准备全部打包带走 一滴都不想剩下 这么多年来 太武一脉借此的培养天才 非常注意分寸 都是隔很多年才开启逼宫一次 用来养和新弟子的肉身与灵魂 从未取结果 始终给他休养生息的时间 但是现在 楚风哪里管这些 准备连窝端 都给装走 当 太武一脉的总坛内 其中一个角落中 有不少大钟 其中一口金钟在 金天翁翁颤动 而后作响 这时分布在传讯 可是 发生了什么 在一座辉弘的古殿中 盘坐着一尊又一尊神王 一个个都在闭幕 原本在悟道 但现在有些人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座悟道殿 太武每次出关都会在此讲经 即便是今日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殿语中也有一尊又一尊神王 威严而肃目 震慑时空 而且在那殿与中央 今日更是有一位 半步天尊坐镇 是太武亲自去 邀请从外面 拉拢回来的一位恐怖高手 禀告天尊 禀告各位神王 明狐仙窟传来集训 有人飞来 进入悟道殿中 贵福在地上 满头汗水 我 明狐仙窟的消息 那里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有两个小家伙 该出师了 要去战场 我 上一次 龙羽浮伤 有些沮丧 这次难道从挫败感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其实 多大点是 没什么 电雨中 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但却也算不上庄严 明狐仙窟的龙羽出了问题 甲方的人流冷汗 快速取出一块晶石 是明狐仙窟通过传送场域 发来的记忆水晶 里面有几位老师从的 十万伙及的信息 是吗 龙羽出了状况 难道还没有走出阴影 多大点是 对 感谢观看